1月6号,2019厦门马拉松开跑,7号厦门马拉松赛事组委会发布通报称,比赛结束之后,竞赛部收到举报,反映17.5公里饮水站管理裁判员居某某私自收藏香蕉纸杯面包等部分用于补给运动员的竞赛物资,组委会决定取消其下马裁判员资格追回物资,今后赛事不再调用其担任裁判员工作。